這次鄭馨儀在國中二年級參加 季勇士中小年運標槍直出43.03公尺 一舉打破全市紀錄的畫面 來自新住民家庭的他熱愛體育 對於練習重複喊苦 為什麼選擇標槍 他說因為喜歡標槍飛出去的感覺 就蠻喜歡這項運動 然後就是繼續下去 因為可以看他飛很遠就覺得很開心 陪同鄭馨儀的奶奶則說 鄭馨儀練習真的很拼 練到身上有傷都不說 讓他很心疼也感到驕傲 他自己會想 他很心疼 自己會想 他很心疼 他很心疼 回到整身庫 你看他腳黑痴 他媽媽說 就是這樣子 你還不可以做動 我會做動 他做動都做動不來 他就喜歡嘛 不僅體育表現傑出 鄭馨儀的學業成績同樣非常優秀 拿下議長獎 更難能可貴的是 鄭馨儀還主動號召同學組成田徑隊 甚至拜託校方尋找體育教練指導 雖然家境清寒 卻樂觀進取 總是帶著笑容的鄭馨儀 正向態度 也感染了身邊的每個人 田徑隊也是他號召有興趣的同學一起參加 然後去拜託體育老師找到很好的教練 來協助他們 那我覺得比較難能可貴的是 不管他再怎麼辛苦 他都很堅持他體育專項的這一條道路 他同時也不會荒廢課業 他還是蠻努力的 所以他在這次畢業的時候也拿到 我們學校的畢業生的第二名的議長獎 我覺得這樣的消息傳來 得到總統教育獎 全校師生都覺得非常的開心 很為他驕傲 鄭馨儀用驚嚇形容自己開始得知 獲得總統教育獎的感覺 他也特別感謝師長與奶奶的支持 讓他人勇敢追夢 謝謝校長推薦我 然後報名中的教育獎 然後也要謝謝教練 然後組長 然後每次都在我練習的時候 然後給我知道 也要謝謝阿嬤支持我 沒有反對我參加這項運動 對於小學妹有這樣的表現 作為見得國中畢業校友的 金融市長林佑昌宇有榮焉 並特別贈送奧運金牌郭信淳的新書 勉勵鄭馨儀好還要更好 朝卓越方向邁進 別人付出一分的一個努力 你必須要付出十分 你才能夠做到卓越的 這樣子的一個程度跟階段 所以未來他人生的路還非常的長 那不過我非常敬佩他有一點 就是他認真積極勇敢的一個態度 所以我送他這一本書 而且在書上面我也特別提字 勇者無敵 希望他永遠用一種勇敢跟積極 面對人生的一個態度 繼續努力繼續加油 我相信他一定會非常的成功 即將就讀金融女中的鄭馨儀 以四大體育系為目標 並期許自己在體育項目 能不斷突破 金融市政府教育處方面也期盼 透過鄭馨儀的故事 能鼓勵與他有相同際遇的學子們 勇敢開創自己的人生 記者 張棋騰 金融報道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